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本周的G20峰会拉下了帷幕 接下来投资者们把目光聚焦到 9月OPEC非正式石油会议 会议前景依旧忧虑重重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本周一系列的竞赛结果陆续公布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二元期权交易竞赛的结果 我们看到来自印度的REPASH1984 幸运地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恭喜他获得3000美元的奖金 而来自中国的参赛者瑞克明 也榜上有名 恭喜他获得300美元的奖金 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参赛者 加入到我们的竞赛活动之中来 接下来来看一下 每日股票期权竞赛的结果 位居榜首的是来自Burheed Nuki 1981 恭喜他获得3000美元的奖金 位居其次的是来自Kovit的Richmate 1952 恭喜他获得2000美元的奖金 再来看一下技术分析大赛的结果 来自西班牙的Mike Fuchs 荣登榜首获得1700美元的奖金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比利时的 As Mary恭喜他获得1500美元的奖金 其余13位获奖者 请参与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接下来来看一下社会交易大赛的结果 位居第一的是来自俄罗斯的Fullback 恭喜他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 而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巴基斯坦的Salu 786 恭喜他获得800美元的奖金 最后是时候放松心情 来看一下多高斯贝加利的进展状况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积分榜 排在榜首的人是来自乌克兰的 Western Consultant的女士 距离最终冠军的角逐 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加油吧姑娘们 9月的最新一期任务也非常有意思 相信大家都喜欢看电影 有时候一场电影带给我们的是 视觉和心灵的冲击 有时候则让我们大失所望 写下你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的影评 你将有机会获得50点的加分 好了本周的涉及竞赛的 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